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昨天我们就讲了亲密关系 在寻资料的过程里面 我就偶然之间发现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做《皮肤的秘密》 你可能会想 说皮肤而已 有什么这么特别 你又不要说 这本书其实都挺有趣 所以今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书里面最有趣的部分 就是为什么我们见到一些心仪的对象的时候 就会闻到他们身上有一些很独特的气味 也就是体香 而其他人可能闻不到的 那究竟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戀爱的味道呢 还是别人喷了香水呢 你有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 为什么他们身上会有某种味道呢 你有没有曾经试过在街上 又或者在坐巴士的时候 因为一阵味就喜欢了一个人呢 又或者一闻到一个浸锤 就好像狗公一样跟着对方呢 在我们男人的世界里面 一直都有一个迷思 就是女人身上是否真的有体香呢 我记得《尾二一届口罩小姐》选举里面 ERROR做了一个实验 叫做女参赛者一路运动 运动完之后将她的汗 衣物拿来闻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有体香 但发现其实是没有的 女神的汗都是臭的 不过那不代表呢 我们的身上真的没有体香的 人体真的会自带香水的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 那些女孩在我们面前 撩自己的头发的时候 你还会闻到一阵很好闻的味道 当然排除了是她洗头水的那种味道好闻之外 你会发现如果是你妈妈用同一只洗头水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闻到那阵气味的时候 她的心会会瀑布瀑布瀑布的跳 又或者是你换个场景 不再像个痴汗那样 经常闻一些女孩身上的味道 现在你是一个女孩 在我们中学的时代或者大学的时代 最喜欢看一些男孩打篮球 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 那些男孩打完篮球 哇 流了大汗 你带一瓶水过去给她 按道理其实汗味是很难闻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会觉得整件事很man 很吸引人 那究竟是那些女孩的香水味 或者洗头水味吸引着我们 是打球的男孩的行为举止吸引我们 还是有其他原因的呢 这本书里面做了一个实验 找了很多男性穿上全身的衣物 就要求她们穿着这些衣服 等这些衣服足够沾染上她们的气味之后 就把它收回来 然后就将这些衣物分成一份份的样本 去找一些女性过来问 要这班女孩选出她们最心仪的那一件 最有feel的那一件 最后这个实验得出一个很惊人的结果 就发现这些女孩 她们通过臭角所选出来的那件衣物的主人 也就是那个男孩 她们两个人之间 是拥有完全不一样的MHC基因 所谓的MHC基因 其实是跟我们的免疫功能有关的 它是位于我们的六号染色体上面 往往在同一个家族里面的成员 她们都会带着一些非常相似的MHC基因 就代表当我们在选择我们喜欢的气味的时候 我们的生物本能其实在帮助我们避免乱伦 虽然我们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但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由六对基因所组成的 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对方身上很香 很好闻 是因为你的六对基因 与对方的六对基因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话 这对男女所生出来的小朋友 就会特别健康了 因为你们基因里面的免疫力的差异很大 例如如果你的六对基因里面可以抵御100种疾病 你的六对里面又可以抵抗100种疾病 那你们两个人所生出来的后代 可能就可以抵抗到200种疾病 所以我们闻到体香的一件事 其实是一种演化的过程 是一种我们的生物本能 这一样东西就叫做肺诺蒙 肺诺蒙它的前身是男性的荷尔蒙 又或者是女性的荷尔蒙 这些性荷尔蒙在经过身体的代謝之后 会分泌去到体外 这个时候这种分泌物就被称为肺诺蒙 又或者是信息素了 所以肺诺蒙是会散发去到我们的体外 在我们的皮肤上面有两种线体 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汗线 它分布在我们皮肤的真皮层 排斜的管道会直接连接到我们的表皮 一个人的身上大概会有300万条汗线 我们的手掌、脚底和脚底的汗线最多 这种分布可以令到我们的手掌、脚掌 在攀排的时候有更加好的附着能力 除了汗线之外 第二种皮肤线就是气味线 它同样聚集在我们的真皮层 但是它的排斜管道是我们的毛浪 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有毛发的地方 它都正在圆圆不断释放你的体味 而毛浪也是肺诺蒙释放的其中一种途径 所以如果你在巴士里面看到一些女生撥头发 除了在姿态上十分之性感吸引你之外 它头皮和脚底下的气味线 所散发出来的肺诺蒙 就会散发到空气之中 另一方面这些气味线也会分泌汗水 我们在运动之后会借由排汗来降温 所以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大量排汗 那些在篮球场旁边的女生 就会闻到更加多你那个心仪对象 所散发出来的体味 那为什么有些人说女生身上的体味会有奶香味 有些人又闻到果香味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废诺蒙希腊文的原先意思 就是我所攜带的刺激物 所以它本身其实就是为了去刺激异性 因为废诺蒙会通过我们的汗线和毛浪 散发去到我们的体外 所以它会影响到异性对我们的观感 男性的废诺蒙会影响到女性的排卵期 但是女性的废诺蒙也会影响在他身边的女性 如果你住过Hall 又或者是一些女生的宿舍 甚至乎一帮女生一起住 原先每个女生来M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这一帮女生都会在差不多那几天一起来M 而废诺蒙会伴随着我们的年纪而慢慢递减 所以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会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所以如果你在18-22的时候 在巴士撥头发 很多狗公就在后面跟着你 但是去到60岁的时候 就应该真的剩下那些会嗡嗡叫的狗公 原先健康的汗水其实是没有味道的 主要是因为汗水来到我们表层的皮肤的时候 会和很多的物质混在一起 这些物质大部分都是一些细菌消化过后的 一些皮肤的脂肪酸和各质细胞 所有这些物质全部都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调和出专属于你的味道 如果你家里有养物的话 你一定会发现尤其是旧狗 它们最喜欢在你的肩膀底和下体上不断地嗡嗡 就算你已经充完凉都是这样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气味线的出口主要是在毛囊 所以这些有毛发的地方 它会散发出比较浓烈的气味 你也知道旧狗最喜欢就是嗡嗡 所以它们真的很喜欢嗡嗡 有时我们在看小说的时候 经常都会见到一些描述 说这个人散发着男性的肺酪梦 那是不是一个人很有自信 他的肺酪梦就会散发到周围都是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你的自信是不会刺激到你分泌肺酪梦 你的自信可能会吸引到其他女性的注意力 而当其他女性跟你交往的时候 他们身上的肺酪梦就会刺激到你的肺酪梦 那你的肺酪梦才会增加 所以有没有自信和你会否散发着肺酪梦 其实是一个间接的关系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异性靠近才会令到你分泌得更加之多 但如果今天你见到一个人 你不是闻到他身上的香味 而是闻到他身上有一股体臭 又或者就连见都没见到这个人 他有一股体臭就已经飘过来了 这个时候就不跟肺酪梦似 是因为一些细菌在汗液里面大量繁殖 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很难闻的气味 跟我们的体毛龙蜜 又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嗜好有关 如果我们某一些地方的毛发特别旺盛 其实它可以积聚的细菌就越多 这些细菌一多 它就会不断地分解汗液里面的蛋白质 而如果我们又不识重清洁的话 那就会加重我们的体臭 还有如果我们平时的饮食不健康 很喜欢吃一些很浓气味的东西 刺激性气味的东西 又或者又烟又酒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所散发出来的味道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在嗅觉上面 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 虽然女性的嗅觉细胞的确会比男性多 但是在理论上面说 主要是因为女性会比较感性一些 她们更加容易将气味和一些记忆联系起身 所以在现实当中我们会发现 女性对嗅觉会比较敏感 废洛蒙对于动物来说有四个作用 第一就是追踪 第二就是警暴 第三就是聚集 第四就是性吸引力 性信息素会诱发异性 并且在暴雨动物的唾液、汗液、尿液之中释放 在哪里接收呢 一般的动物就会用它们的尼鼻器来接收 也就是它们的尖牙和鼻之间的位置 那些红性动物可以用它们的尼鼻器来接收到 这只痴性是不是正在发情 但十分之可悲的地方就是人的尼鼻器已经退化了 我们接收一些性信息素 也就是废洛蒙的器官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这种感受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并不明显 如果我不跟你说 你根本就察觉不到有这种东西存在 那男性的废洛蒙也就是红异希童 它是可以舒缓到女性的压力 可以令到女性保持心情愉快 提升女性的性意愿 而女性的性信息素就叫做 痴嗣欺唇 它是可以勾引到男性令到他们发情的 而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就是说猪的性信息素和人其实是一样的 就叫做猪欺童 现在在市面上所卖的那些所谓的废洛蒙香水 绝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成分作为主要的原材料 但是有证据表明 这些以猪的废洛蒙作为原料的废洛蒙香水 对人类是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 并没有办法可以起到他们所宣传的那种 催情的作用 所以作为一个色彩的你 千万不要去交这些智商水 处于排卵期的女性 是可以闻到 而且你都更加喜欢 那些高丸激素更加高的男性 而男性亦都可以闻到 那些正处于排卵期的女性 并且觉得对方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说了这么久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凡显后代 好了 今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可以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着小铃铛 有条件的朋友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来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明天见